不知道为什么 经历过了那种神秘的体验之后 张义的内心变得平和了许多 他的身体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变化 仿佛是生命的本质 升华了 但是即便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他耳边那种低声呢喃的抑郁 却并未消失 仿佛有什么人趴在他的耳朵旁边 巧声地告诉他什么秘密 然而那声音太过模糊 张义一个字都听不清楚 他伸手抚摸着自己的额头 只当作这是吸收大量能量之后的后遗症 陆可然见状 赶忙走过来搀扶着张义 哥哥 你没事吧 这种症状是正常的 之前我也有过 但是很快就会消失的 不会有事 张义放心地说道 后遗症对吗 那就没事了 张义吸收完了整个纪理之灵的能量 只是他暂时有些疲惫 他对陆可然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我先回去休息一下 张义婉拒了陆可然送他回去 他现在身体并不虚弱 反而是充满了能量 只是大脑一时之间 因为接受了太多的讯息 陷入思绪混乱 得好好休息一下 陆可然只好目送着张义离去 张义消失在他的视野当中以后 他低头皱眉 看着自己长着薄薄剪子的手掌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他为了确保安全 自己也吸收了一点点 纪理之灵的能量 那种感觉他也知道 而且吸收过了之后 会产生一种极为美妙的变化 那并非是单纯的 让一人提升力量的东西 而是更加复杂 神秘的存在 只是现在 陆可然与张义 都没有发现他更深层次的秘密 张义回到房间之后 躺到了床上 他缓缓闭上眼睛 试图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些 但是闭上眼睛之后 耳边那种朦胧的抑郁 并没有消失 似乎有什么人 趴在他耳旁呢喃 张义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房间当中 再无他人 他坐在床檐上 看向窗外 此时夜色已深 遥远的东南方 就是东海 有黑的夜幕之下 海浪声似乎一鼓一鼓地袭来 张义用力揉搓了一下 自己的鼻梁中间 我想我大概是病了 他索性不再去管耳边的嘈杂 脱下衣服钻进被窝 然后裹好了被子 只要睡上一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 张义是被敲门的声音吵醒的 醒来之后 果然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那种耳边的一语消失了 他感觉到 自己浑身精力充沛 似乎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张义穿上衣服走过去 把门打开 就见到杨欣欣 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 对张义说道 张义哥哥 海上出大事了 张义沉默了一瞬 便说道 星岛 杨欣欣点了点头 张义的眼神顿时变得锐利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吗 昨天晚上 张义进入睡梦当中 与耳边一语的恶魔纠缠 星岛周围100公里 其实早就成了禁区 海域附近有着东海大区 以及哥伦维亚海军 大洋舰队的巡逻舰船 这处神秘之所 隐藏着太多秘密 虽然危险 可是大家又都从中 获得过实实在在的好处 危险与机遇并存 纵然危险 可谁都不愿意放弃这座宝库 可是就在舰船 如往常般巡逻的时候 突然之间 船员发现了不对 一直被浓雾所笼罩的星岛 雾气开始缓慢地扩散 从100公里以外的距离看不去 而且还是在深夜 这一切并不明显 甚至显得有些缓慢 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一切的时候 雾气的扩散速度 迅速变得快了起来 舰船上的士兵 立刻向总部汇报这里的消息 并且迅速地逃离 雾气扩散的区域 星岛发生异变 岛上的雾气 正在迅速朝着周围海域扩散 目前扩散的速度 大概在每小时40海里 不 50 60 70海里 他过来了 不 东海大区海军总部 最后接收到的一段语音 就是这个 随后 两艘巡逻舰船 就被不断朝着周围 蔓延的雾气所吞没 失去了一切联系 东海大区最高统帅 李广孝接到通知 第一时间来到作战指挥中心 并且连夜召集了军中的高层 玄武 青龙 以及朱雀 还有替补而来的新任白虎都来了 看着大屏幕上面 卫星图显示的星岛雾气扩散范围 以及一遍又一遍 利用仪器分析着巡逻船队 传递回来的信号 众人脸上的表情无比严肃 不过好在最后 雾气只是朝着周围 扩散了500海里左右 便停止了继续扩散 那个地方的存在 始终是一个隐患 李广孝一脸严肃地说道 玄武摘下了头上的虚拟耳机 口中一边嚼着电子口香糖 一边说道 如果星岛深渊之下的怪物出现 恐怕整个华须国 没有几个人能挡住他的脚步 他曾经和那黑甲怪人交过手 而现如今 东海大区给了黑甲怪人 一个正式的称号 民府守门人 当时的守门人刚出场 实力之强大震撼了各大势力 玄武甚至挡不下他随手一击 就被扫飞出去 如果不是皮糙肉后 玄武都要重伤 可想而知 那之下的怪物 要是再多几头 怕是全世界都 难以有力量 能将其阻止 青龙的脸色有些苍白 他如今所剩余的寿命 已经不多了 体内的暗伤 只能够强行通过吃药来压制 但最多活不过五年 他说道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但只要是探机生物 就不会不惧怕爱之死神 最起码现在 他对我们是有忌惮的 李广孝点了点头 周围的几名军中 高层也表示认可 爱之死神 可是人类历史上 最强大的武器 他们手中掌握的 可是能够 将星岛彻底抹平的 强大武器 这让他们稍稍安心 就在这个时候 朱雀也开口了 如果星岛误谷 是和圣经大区的 秦岭一样的地方 那么 这或许对我们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从 圣经回来之后 朱雀就感受到了 巨大的压力 虽然他是东海大区的 天之骄子 拥有伊浦西龙潜力的一人 但一日不成 真正的伊浦西龙 在张义 李长弓等人的面前 就只是二流角色 而比起那些人 他所欠缺的是什么 或许只是一次进入秘境 得到宝藏的机会 星岛 这个地方自从发现了 神之园之后 消息自然瞒不住各方 早已经被世界 各大势力所关注 但是真正有资格角逐的 也只有周边的两大势力 华虚国的东海大区 哥伦维亚的大洋舰队 而张义这边 由于天龙王的临终遗言 也一直都在 关注着星岛的一切 所以这天早上 杨欣欣就把观测到的 星岛变故 告知了张义 张义的心头有些沉重 他用力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糟糕的家伙 这是真的很糟糕 即便是现如今 拥有一万八千点 异能指数的他 在面对秘境之中的 强大存在时 也如同幼儿一般孱弱 如果哪一天 那位身穿黑甲的 名副守门人 或者被他简陋 偷走 祭礼之灵的白龙子 来到世间 很可能会找张义清算 危机感再一次 笼罩在张义的心头 让他非常的不安 杨欣欣看到了 张义的惆怅 便轻声说道 哥哥 你要去一趟吗 去 还是算了吧 张义摇了摇头 星岛那个地方 在拥有足够 强大的实力之前 他是绝对不会去的 如果他真的 被名副守门人标记过 要是再去的话 说不定会直接被找到 还是交给东海大区 和哥伦维亚的 大洋舰队解决吧 张义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可还是下意识地 在身后握紧了拳头 杨欣欣眨了眨眼睛 思索了一番之后 对张义说道 哥哥 你曾经说过 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 充满了恐惧 就像是畏惧黑暗一样 可是当人类学会了使用火 就不再畏惧黑暗 阴影会放大人 心中的恐惧 所以 或许一切并不像 你想象的那么危险 不是吗 张义看着杨欣欣 笑道 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着窗户涂了出去 所以我才一直想要弄清楚 这个世界的真相啊 杨欣欣说道 最近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研究 古代的文献记录 圣经那边 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书库 再加上 从帕吉格桑那里得到的 梁卷 格萨尔王传 我现在有了一些想法 张义的心中有些激动 是吗 快和我说一说 我想看看 能不能从历史当中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张义带着杨欣欣来到客厅 最近几天 其他人都在忙着吸收益寿本源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 张义吃的 都是一空间里储藏的食物 他倒了两杯咖啡 一杯直接递到了杨欣欣的手里 然后二人坐在沙发上 张义看着杨欣欣 等待着他近日来的研究成果 杨欣欣开口便说道 人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如果按照 进化论的说法 物种是为了适应环境而逐渐演变 那么 从猿人到人类的过程当中 必定存在着某些中间态 但这种中间态的生物 我们并没有发现 就连提出 进化论的达尔文也说过 人类并不符合进化论 而是以一种爆发式的速度 疯狂地成长 演变出发达的文明 所以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 人类的出现 一定有外力的影响 张义说道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你继续 他没有多嘴 这方面他不是专业的 自然不会去打扰杨欣欣 杨欣欣说道 人类的各个文明 都存在着神话 上古时代的他们 敬仰着神明 是神明赐予了他们生命 火种 粮食 教会了他们生存的技巧 所以 阳心心直 勾勾地望着张义 目光如潮水般涌动 那些地下的文明 会不会就是上古时代 引领我们人类崛起的神明 张义的脑海当中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秦岭之下的白龙子 人手蛇身 的确是上古神话时代 大神的模样 福西 女娲 这两位人组 都是此类形象 而华夏族人 自古以来 便崇拜着龙 龙的形象 据说就是从蛇眼画来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图腾崇拜 或许就是古人 将蛇人族当作神明 因此 而将他们的形象 刻画成图腾 这种猜测很有意思 但是有两点我不明白 张义说到 第一 神明为什么要隐藏在地下 第二 雪域高原 疑似曾经被地下文明所统治 但是那个文明 被称之为魔国文明 他们是在后世出现 而且以雪域 子名为奴仆 口粮 这一点更像是魔鬼 而不是引领人族崛起的神了 杨欣欣喝了一口咖啡 缓缓地解释道 第一点 史料当中也没有过记载 但是神话传说中 有着仙境 天宫的说法 自从人类进入太空 并且登月之后 就杜绝了天宫的念头 仙境并不在天上 那么 为什么不能是在地下 它的目光带着几分异彩 星球表面 对我们而言是乐土 宇宙 大海 地下 对我们来说都是恶土 可那些地方 或许是神明种族的乐土 如果把这颗星球 比作一颗乒乓球 我们只是在表面上活动 而明明球体内部 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 更加丰饶的资源 比如说 圆况 不就是在地下发现的吗 张义听的指点头 他文化水平一般 不过却认为 杨欣欣说的很有道理 杨欣欣继续说道 至于第二点 神 只是人对于强大存在的 一种想象与称呼 他们并不一定对人类 心存善念 或许只是把人类 当作奴仆 玩具 观察对象 既然有善神 为什么不能有恶神 人有好坏 更别说那些高级生物了 张义靠在沙发上 颇为感慨 你说的这些 的确非常有道理 可他们既然拥有 如此强大的能力 为什么过去 不险山不露水 却在人类遭逢末世的时候 陆续现身呢 杨欣欣沉默了一阵子 她忽然用 并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或许 他们也是 在等待着某个时机 比如说 现在 这一切 也都只是猜测 是杨欣欣通过历史的各种资料 推理出的一种假设 谁也无法确定其合理性 可如今 他们也只有推测这一种途径 来认知眼下的事件 请不打算